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习惯让他们说普通话的时候也带了点独特的上海口音 上海之外还有重庆 作为火锅名城的重庆 有名的不只是火锅 还有重庆方言 重庆话也称西南官话 在抗战时期 凭借幽默风趣的风格 深受大家喜爱 但对现在的外地人来说 只能听着好玩 却不能听懂其意思 除了上海和重庆 号称慢生活之都的成都 也是听不懂得方言的重载曲 凭借慢生活节奏 吸引了大量外地人的成都 在保留了本地特色的同时 也保留了极具地域性色彩的方言 如外星语般的方言 对于想要在成都定居的人来说 也是一件费心思的事情 不为当地方言 又如何去融入当地生活呢 广州数发达城市 外地人的人流量自不必说 但广州人的粤语 却让许多人感到头疼 更多时候当地人和外地人的交流 都像外来媳妇 本地狼的对话场景一样 令人啼笑皆废 方言虽然有各式各样 不易听懂 但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 地方特色 我们仍是要传承的 在传承之余 也要与时俱进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 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 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